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如何表示之理 也就是说圆满家行的四种形象当中 前三种,也就是说前三种 就是志向、圣向、作用向 就是以这三种的形象 它是怎么如何的表示 那个就是道般若的这个家行 那然后的话呢 在什么样的一个例子上 它是如何的表示 就是这些 好,请大家看到讲义啊 那在此探讨菩萨家行之形象有物 在这里的话呢 我们把它分成五个内容 就是说 首先呢 我们要了解 就是表示的一个 什么呢 例子 就是在什么样的一个例子上 表示这个道般若的家行 所以呢 首先必须要 要了解这个 什么事项 也就是说 什么是事项 那然后的话呢 这个事项 就是它表示什么呢 就是表示这个名项 所以呢 就是 要了解这个名项 这里面的表示呢 它就是有连种 我们下面会讲到的 那 比三的话呢 就是以什么样的一个 什么 特征 或者是性项 来表示 所以呢 我们 我们 就是讲这个 性项 那然后的话呢 就是以这样的一个 性项 那将这个事项 如何的表示名项 所以就是 如何表示 然后呢 在这里啊 提到的 有九十一种的 总共就是 应该是九十一种啊 九十一种 的这个性项 它的界限呢 从什么到 什么样的一个 到的这个阶段 我们就看那个什么 讲一下 它的那个界限 首先的话呢 这个事项 事项 当然是在四种 现象当中的最后 那个什么 自性项 这个自性项呢 它是 在这里的什么 事项 那事项的话呢 也就是说 远离凡的 状某指定 十六种菩萨语气 这个菩萨语气呢 我们上次 就是上一堂课 我们已经 已经讲到了 就是 十六种的 菩萨语气 就是十六种的 那个什么 自性项 就是在这里的 什么呢 就是例子 那然后 第二呢 名项 这个例子呢 它表示什么 什么样的一个名项呢 也就是说 这个呢 有种 别连种啊 以种 而言的话 那 到菩萨语气 就是 到菩萨语气 也就是说 这个例子呢 就是将这个例子 它表示成 什么呢 表明 也就是说 表示这个什么 到菩萨的语气 到菩萨呢 它指的就是啊 三种菩萨当中的 到菩萨 也就是说 菩萨相续当中的 这个 菩萨相续当中的 这个什么呢 行持 就是欲气 那这个欲气的话呢 它有不同的 这个欲气 就是方便的部分 修菩提心的 大悲心的 那然后智慧的部分呢 修 不特其乐 无我 或者是修空性的 等等 有各种各样的 道不然 那然后 以别而言 菩萨之 也就是说 这个道不若 语气的话呢 可以分为 菩萨的 机智加行 还有呢 道智加行 菩萨的 相智加行 相智呢 它指的就是 佛相续当中的 一切相智 一切种智 加行的话呢 就是把这个 一切相智 当作所修 然后呢 就是 修行 这样的一种 一切相智的 菩萨相续当中的 道 就叫做什么 相智加行 所以呢 所以呢 我们把这个加行啊 可以把它理解成什么 就是一种 羞耻 就是某一种法的 某一种法的一种什么呢 就是羞耻嘛 所以这个加行 所以这个加行的话呢 它就 就是一种 修持 某一种 所修的一种道 叫做加行 所以我们 从这里 可以看出来 机智加行 就是修行 机智的 十二十七种 所缘 随一的一种 加行嘛 道智加行的话呢 就是修持 道智的三十六种 所缘当中的 随一的一种 就是道 那相智加行的话呢 就是相智 它的所修的下呢 有一百一十种 那其中 就是随一其中 其中呢 就是修随一的 这样的一种 什么加行的话 那就叫做 相智加行 所以在这里的话呢 修行的这个加行 内修的加行呢 它指的就是 内修的加行 就是菩萨成续当中的道 所修的这个 所修的这个三智的话呢 它总共啊 就是有三智的 一百七十三种的这个 显像 那然后呢 就是超胜 升远 升就是身为啊 缘就是缘觉 加行之加行 聚成续当利他 作用之加行 所以呢 以别的角度来讲的话 这个什么 明相呢 可以翻译为 就是五种 也就是说 菩萨之机制加行 道制加行 相制加行 超胜加行 那然后呢 利他 不是啊 作用加行 就是五种 那第三呢 就是 内表式 就是内表式的这个形象 指的是哪 一种呢 这个呢 也有两种 以总而言 内得自所得果 般若知菩萨于且 总 就是总 总的而言的话呢 就是说 道般若的这个形象嘛 道般若的这个形象 我们之前已经讲过了 一般来讲 道般若的这个形象的话呢 就是 道般若这个形象的话呢 就是 能得自所得果 能得自之所得果般若 这是什么 就是 菩萨于且 也就是说 能够 什么呢 获得自己所 希求的果般若的 这样的一种 菩萨的于且呢 就叫做 道般若 这个就是性象 那 那性象的话呢 可以在这里 可以分为 就是 三种 那 首先的话呢 就是 首先的话 机智的这个 机智加形的性 性象 就是 机智加形 像嘛 机智加形 性象的话呢 就是说 缘 了之 如来 出现 等于机智之 随一 所缘 在这里的话呢 机智的这个 所缘 它提到了 十六种 就是 随一 所缘 指的是说 十六种当中 任意的这个 所缘 也是 诸小 圣 正 类 知同位的 菩萨 于且 这个就是 机智加形 菩萨 机智加形 的这个 什么呢 性象 那然后 道智加形 的性象的话呢 缘 空相 即 无相 等 道智之 随一 所缘 之菩萨 于 其 在这里啊 道智的 他的所缘呢 就是提到了 十一种 那 然后的话呢 就是说 相智 的这个 加形 的 现象的话呢 就是 缘 如来 法 乐 住 等 一切 相智之 随一 所缘 菩萨 于且 那 然后呢 就是 圣像 就是 超圣 身为 独觉的 菩萨 于且 的这个 定义的话呢 现象的话 不可思议 等差别之 于 菩萨 于且 那 然后的话呢 就是 作用 的 菩萨 加形 就是 具有 利他 作用的 菩萨 加形 的那个 现象的话呢 具有 利乐 即把 等于 殊胜 作用之 菩萨 于且 那这个 作用呢 他 在 现观庄 眼睿当中啊 他提到的 就是 十一种 作用 那 这个呢 之前 我们已经讲过了 所以呢 这个 现象呢 就可以分音为 种 还有 别 那 别的话呢 可以分音为 五种 那 然后 第四的话呢 就是 这个内容呢 第四个内容啊 就是 它有一点 复杂 请大家 仔细的 听一下 如何 表示之理 那 以这个 三种 也就是说 智相 圣相 作用相 三种 来 表示 来什么呢 将 十六种 自性相 表示成什么 就是 道波 之理 所以呢 如何表示之理 就是这个意思啊 那 表示 也就是说 在此 以 智相 智相 作用相 三者 那 将 十六种 在这里啊 请大家改一下 这个表示呢 好像 应该要 调整一下 这个位置啊 将 十六 种 这个种 再加一个种 自性相 表示 道波 之 加 行之理 有 以 国 表示 因 之理 以 一体 性 之 表示 之能 等 二种 这个表示呢 它有 两种的方式啊 呃 就是以 国 就是 国 来 表示 因 也就是说 以这个 国 来 说明 因 或者是 表达 这个 因 是如何如何的 怎么怎么存在的 或者是 呃 这 连者呢 就是以 一体性的方式 来去表达 或者是表示 就是有 连者 就是有连种的 表示的方式啊 那 呃 在 现官 总义 当中啊 他不会 把这 连种呢 都 呃 也就是说 现官 总义 里面呢 不会讲 这连种啊 这连种 那 他 只有 讲什么呢 就是 一体性的 这个 表示的方式啊 没有讲 因果的 表示的 这个方式 因为呢 啊 也差不多 还有呢 啊 就是 啊 福成论事的话呢 他们主张 就是 一体性的 这个 表示的方式啊 而不主张什么 就是 因果表示的 啊 这个 方式 那 这个因果的 表示的 这个方式啊 那 他是 怎么来的呢 就是 根据 宗大师的 呃 上说 经 嘛 所言 那 以 般若经的 直接 显示 而言 那 般若经 他的内涵呢 有连种啊 啊 般若经 不管是 大般若经 中般若经 略般若经 还有呢 心经 等等 金刚经啊 他们呢 内涵呢 都有连种 就是 直接显示的 这个 内涵 也就是说 字面上 所显示的 这个内涵 还有一种的话呢 就是 淫义 虽然在字面上呢 没有清楚的 讲到 但是呢 他背后呢 就是 能表达 一种 什么 就是 内涵 内涵的话呢 就是 他的背后的 那个内涵的话 就叫做什么 就是 淫义 所以呢 以 般若经来讲 他的这个 直接的显示呢 就是 空性 他字面上呢 通通都是 讲到的 就是 空性 那 他的 淫义的话呢 背后的话 那就 有一种 什么 就是 以 字面的 所 表示的 这个 空性的 内涵 来表示 什么 就是 表达 一种 背后 有一种 什么呢 广心的 这个 道次第 也就是说 广心的 菩提心啊 大悲心啊 等等 这样的 道次第 的这个部分啊 所以说 般若经来讲的话呢 字面上 他 其实呢 主要是 没有讲到 就是 广心的 这样的 道次第 但是呢 他背后呢 就有一种 这样的 什么 广心的 道次第 所以 般若经的 直接显示的 内涵 就是 空性 就是 什么呢 缘起的 这个空性 那他的 营译的 内容的话呢 就是 广心的 这个 道次第 所以在这里的话呢 上说 金曼松 当中啊 就是以 《波热经》的 这个 直接显示 而言 宗大师 认为呢 在这里的 表示方式 就是 以 就像什么呢 以 丰盛的 这个 专家 来表示 田地 就是有 生长 丰盛的 专家的 种子 或者是 能力 一样 也就是说 就是 某某人啊 他 当他看到 专家 丰盛的 这个时候 那从而呢 他可以 得知 在此 田地 当中啊 有 产生 有 能力 产生 什么呢 丰盛的 专家的 一种 种子 或者是 能力 一样 那 那 那 同样呢 就是 了知 一直 修行 菩萨 道 菩萨 之 道 般 若之 加行 那 也就是说 当 大圣的 菩萨呢 他们 了知 他们 知道 自己呢 一直 修行 大圣的 这个 道 般若 然后 能够 获得 将来 能够 获得 就是 如来的 这个 什么 啊 什么呢 如来的 实力 等等 一切 相知 等等 这个时候呢 他就是 从而 可以 得知 什么 自己 所修行的 这个 道 般若 他有一种 什么呢 能生起 或者是 将来 能够 营生 什么呢 如来 就是 如果 自己呢 就是 如理的 去修的话 那能够将来 获得 如来 实力 或者是 一切 相知 等等 这样的 功效 和能力 所以 这个呢 就叫做 以国法 表示 因法 就是这样的 一种 所以 还有一种 例子的话呢 比如说 我们看到 原番呢 就是有 烟雾 的时候啊 那从而 我们可以得知 那个地方 一定会有 火 所以 以 烟 来 表示 火 那 这样的 火的 这个存在呢 这也是一种 什么 以果 来什么 表示 就是 因的 这个存在 就是跟 这个一样 以专家 丰收的 啊 这样的一种 什么呢 什么 呃 丰盛的 这个专家 来表示 就是田地里有 能产生 什么呢 啊 专家 啊 的 这样的一个 功效 或者是 啊 种子 这个就是 英国的 这个表示 方式啊 那 然后的话呢 第二种啊 善说 今漫 里面呢 它第二种的 表示 方式的话 就是说 这个呢 就是 淫义 的这个部分啊 就像 如同 热焚 来表示 火的存在 就是火 不是存在 就是火 可以了 因为是 热焚 所以 它就是 火 或者是 以具有 知业者 来表示 树木 因为 它是 有知 有叶子 所以 它一定是 树木 就跟这个一样 以 缘语 之 如来 出现 等 机智之 任一 所缘 之 助 小圣 正类的 菩萨 于且 来表示 此事 什么呢 菩萨之 菩萨之 般若 加息 此 己 一体性的 表示之理 此二者 表示之理中 杰釵迦 还有 佛成论师 佛成论师 二位 主张 后者 那他们呢 就是认为啊 就是 在这里啊 表示的方式的话呢 主要是什么 虽然这两位啊 他们都 就是 承许 因果的这个 表示方式 还有呢 一体性的这个 表示方式 那在这里的话呢 二者 就是二位呢 他们认为 主要是什么 主要是 就是 后者 也就是说 一体性的 这样的一种 表示方式 因为后者的话呢 他就是 说明了什么 就是 管心的 道次第的 这个部分嘛 所以呢 这个什么 就是 现观专严类的话呢 他的主要内容呢 就是 在解释 大波热经的 这个 淫义的 管心的 道次第 那然后 中观根本 汇率啊 等等 就是这些的话呢 他就是在 他的内容呢 就是在 解释 大波热经的 这个 直接显示的 甚深的 道次第 也就是说 空性的 这个部分 那 表示之里的话呢 有 总别 二种 若以 总而言 李凡导 撞宝 等十六 菩萨 余切 事项 表示是什么呢 就是 道般若之 余切 因为 他就是 美德 自知所 德国 般若之 菩萨 余切 的 这样的一个缘故 那在这里的话呢 就是说 表示之里呢 在这里的表示啊 他只是讲 表示之里 而不会讲 就是 为什么 这样表示 这样的一个原因 他不会讲出 这个原因啊 那 乙 就是 别 别的 而言 就是 有五种 第一的话呢 就是 菩萨之 机智 加息 表示之里 那 在 显示 机智 加息的时候 现观专严律 当中 大家都知道 就是 这个就是什么 就是 现观专严律 的这个 本颂 也就是说 机智 加息 机智 加 什么呢 机智 加息 现象的 就是 十六种 现象的 那个 本颂啊 远离 不是啊 这个是 自信 像 十六种 自信 像 十六种 自信 像呢 就是可以 分为三种 嘛 也就是说 机智 加息 的 自信 像 还有 道智 加息 的 自信 像 还有呢 就是 相智 加息 的 这个 自信 像 那 机智 加息 的 自信 像 的话呢 因为它是 粒子嘛 就是有四个 粒子啊 那 十六种 当中呢 前四者 就是 粒子 然后呢 将这 这四个 粒子的话呢 表示成 什么 也就是说 表示是 菩萨 的 机智 加息 菩萨 的 机智 加息 那 怎么表示呢 有什么样的一个 不共的 现象来表示呢 因为它是 远之如来出现 等 机智之 任意 所缘 也就是说 它是 远于啊 远于知智 加息的 所缘 十六种 当中的 随一 那 然后 并且 是什么呢 助于 小圣 正累的 见得 菩萨 与解 那 第二的话呢 第二的话呢 就是 十六种 的 这个什么 自信 像 当中啊 那 就是 男性 于 决定 在这个 句子当中啊 所显示 的 就是 成半 男性 立他 披甲 之 五种 菩萨 于且 为 事项 作为 例子 那 他们 表示 什么呢 表示 道致 加行 也就是说 菩萨 相续 当中的 修行 道致的 十六种 所缘 当中的 任意的 一种 加行 那 那 用什么样的 一个 现象 来表示呢 因为 他们 就是 源于 什么呢 空性 还有 无相 等 道致的 十六种 什么呢 所缘 当中的 就是 随意的 这个 所缘的 菩萨 于且的 这样的 一种 缘故呢 所以 他们 就是 什么 道致 加行 那 第三 的话呢 菩萨 之 相 致 加行 表示 不顺 无障碍 那 不顺 的话呢 就是 就是 不共 或者是 不随 顺 的意思 不是 就是 不顺 就是 不顺 行 不随 行 或者是 不顺 行 不顺 小胜 身为 独觉 而随 行 就是 不顺 等 这个 寄送当中 所 直接 显示的 就是 基 道 所 设的 这个 差别 等 七种 菩萨的 与其 为 事相 那 将 这个 七种 事相呢 它 表示成 什么 这个 请 把它 改掉 表示 的 是 什么 嗯...表示為 呃... 相知加行 因為呢 它是遠於如來献法諸類等一切 啊... 相知之隨意所願的就是菩薩與其的緣故 那第四的話呢 啊... 第四的話呢 就是 在十六種自信像當中啊 就是後面的啊... 就是五種 道智的什麼呢 就是啊... 加行自信 還有呢 七種相知的加行自信 它們呢 為粒子 那然後的話呢 怎麼表示呢 它們表示成什麼樣的一個加行 就是為超盛深淵加行 它們表示 什麼呢 超盛深淵加行 那... 呃... 能表的這個現象呢 就是不可思議等差別的菩薩與其 也就是說 以不可思緣的差別的菩薩與其來表示 什麼呢 來... 將這個什麼啊... 十六種自信像當中的 後面的... 這個十二種信像 表示 也就是說 說明 它們就是 超盛於 深淵的加行 就是深淵的加行 所以在這裡啊 這個表示呢 也可以把它理解成說明 或者是表明 就是這樣的一種意思啊 那... 那... 第五的話呢 就是... 啊... 作用加行的這個表示之理 成磅 利他作用加行 表示之理 啊... 這個作用的話呢 就是說 嗯... 嗯... 因為作用的話呢 就是有十一種嘛 所以呢 大聖的菩薩相续當中的 這個十六種的例子啊 十六種的... 啊... 這個什麼呢 菩薩與其呢 啊... 他們都有什麼呢 他們都有 就是都... 每一個於其呢 都是... 具有... 成磅利他... 的... 這樣的... 十一種... 十一種的... 這樣的作用 所以在這裡的話呢 呢... 例子呢... 啊... 就是... 什麼... 啊... 就是... 十六種全部啊... 都是例子啊... 遠離狀寶... 等於十六... 菩薩與其... 啊... 這裡面呢... 加一下為啊... 為... 世相... 那... 表示... 具... 成磅利他... 舒性作用之... 加性... 因為他們都是什麼呢... 這些... 菩薩的語氣啊... 他們都是具有... 利樂... 祭把... 等於... 舒性作用之... 菩薩語氣的緣故... 所以呢... 他們都... 每一個語氣啊... 都有十一種... 十一種的劍的... 就是利他的作用... 那第五的話呢... 就是界限啊... 界限的話呢... 就是... 從... 在這裡的... 四個性相... 有四個性相嘛... 就是啊... 志相... 啊... 身相... 作用相... 自性相... 這四種性相的話呢... 就是從大性的資連到... 乃至於... 最後流... 最後流... 這個流呢... 就是... 序流... 那... 最後流... 什麼的最後呢... 就是... 友情的... 最後序流... 所以... 最後流... 這個解釋的話呢... 就是... 友情的... 最後序流... 友情的最後序流... 到什麼時候是最後呢... 就是... 即將要... 成佛的那一刻... 最后一刻... 就是... 友情的最終點... 然後... 在第二刹那的時候呢... 就成佛... 他... 再也不是友情了... 已經成佛了嘛... 所以... 伯特切羅呢... 友... 友情和佛... 就是成佛... 有兩種... 那... 帝也有兩種啊... 友情地和佛地... 就是有兩種嘛... 所以... 這個... 最後流的... 我們可以把它... 就是... 解釋成... 友情的最後序流... 那... 友情的最後序流... 也就是說... 它是一種... 友情的最終點... 那... 成佛... 即將要成佛的最後那一刻呢... 就叫做... 友情流... 就是什麼呢... 最後流... 也就是... 最後心... 所以啊... 十地菩萨... 他... 即將... 要成佛的... 那一刻的... 他的心... 就是... 最後流... 也就是說... 十地菩萨呢... 即將... 即將... 要成佛的... 最後那一刻的... 他內心的... 菩提心... 大悲心... 原空性的智慧... 等等... 這些... 都是什麼呢... 最後流... 也就是說... 這個四種形象... 它的範圍呢... 只是在友情地當中啊... 也就是說... 在菩薩地當中... 那... 與佛地... 安利... 不應理... 為什麼... 佛地... 沒有這四種... 佳行呢... 性象呢... 因為佛地... 他沒有... 大神的佳行... 所以啊... 這個佳行的話呢... 它是一種... 修行... 它是一種... 修行啊... 它是一種... 修行... 因為是修行... 所以呢... 只能在菩萨地當中... 沒有... 佛地沒有修行... 因為呢... 佛地... 他已經... 修行已經圓滿了嘛... 對不對... 所以呢... 他再也不用什麼修行了... 佛地沒有什麼修行... 好... 那我們今天... 就講到這裡啊... 這個... 能表示的這個部分啊... 它是比較複雜的... 真的是很難懂... 尤其是在現觀莊眼類的... 這個所有的內容當中啊... 這個性象的部分的話呢... 它是... 特別特別的廣... 真的是很難懂啊... 以前我們在... 這個... 學這個什麼... 現觀莊眼類的時候也是一樣的... 就是當下真的是... 我們不知道他就是在講什麼... 那後來的話呢... 慢慢慢慢的就不斷的去堵住... 重複的就是堵這個... 啊... 性象的這個部分的時候呢... 他就... 啊... 就是什麼呢... 嗯... 就是慢慢的就是有一點什麼... 啊... 那就是... 啊... 知道他就是在講什麼... 或者是... 最主要的話呢... 就是這個表示之理這個部分啊... 它真的是很複雜... 所以呢... 今天這個內容的話呢... 大家就是這樣... 啊... 什麼... 啊... 初步的就是了解一下... 見就可以了... 啊... 我們當下的話呢... 我也認為啊... 你們就不可能啊... 這個... 把他的這個主要的內容... 能抓得到... 或者是... 把他什麼呢... 啊... 徹底的... 能夠什麼... 啊... 把他的這個內容呢... 全部都什麼... 就是挖出來這樣的一種啊... 那這個是不可能的... 所以呢... 就是初步的了解就可以了... 好... 那然後... 以後的話呢... 如果有空的話... 那就... 慢慢慢慢的去... 複習... 啊... 複習... 那這樣的話呢... 啊... 會有什麼... 啊... 對於這個... 什麼... 性向的這個部分啊... 會有... 慢慢慢慢的... 會... 就是有進展... 好... 那... 我們就講到這裡... 那下一堂課的話呢... 我想... 準備一下那個... 就是... 十四種... 呃... 呃... 就是... 呃... 就是...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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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呃... 什麼呢... 就是... 外道者啊... 就是... 跟佛陀提出的這個... 呃... 十四種的這個問題嘛... 那... 然後佛陀呢... 當時呢... 他就是... 沒有回答... 那... 沒有回答... 所以呢... 就叫做... 無忌... 那... 也就是說... 佛陀呢... 當時啊... 認為... 呃... 就是... 跟他們回答... 就是... 呃... 有邊際的話呢... 就是什麼呢... 呃... 導致他們的內心啊... 啊... 這個... 我值... 會... 呃... 增長... 就是... 大大的增長... 所以呢... 沒有回答... 就是... 呃... 世間... 與我... 是有邊際的... 他沒有回答... 那... 然後呢... 呃... 就是... 呃... 前邊際嘛... 那... 然後有沒有... 後邊際的時候呢... 他也沒有回答... 因為呢... 如果... 說... 沒有的話呢... 呃... 就是... 怕他們什麼... 墮入... 這個什麼... 就是... 呃... 二邊嘛... 那... 呃... 呃... 尤其是這個... 断邊啊... 所以呢...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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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他们的根器 等等这样的 所以呢 佛陀呢当时就是 没有任何的这个答案 那这个呢 虽然说来他就是没有答案 但是呢 这个没有答案呢 他就是一种答案 也就是说没有回答 他就是一种回答 就是佛陀的回答 不回答就是佛陀的回答 所以从这里呢 我们可以看出来 佛陀相续当中 他是有一切相知的 就是能清楚的 彻底的能够了解 就是 所化及相续当中的 就是根器 基缘 然后他们的心的 完全的这个状态的话 只有佛 就是根 好 那下一堂课的话呢 我们补充这个 十四五级见的这个部分 是根据的 这一堂课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出来 这一堂课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出来